這樣一個王章會 王玉琦呼籲張志軍 要傾聽 台灣公民社會的聲音 但是我要講的是 馬政府 你今天是用刀片蛇龍 來對待公民的聲音 你用刀片蛇龍把這個飯店圍起來 同時你把這個聚會從市區搬到這個像孤島的過金旅館 然後再用破門而入 限制人民行動自由的方法 來對待公民的聲音 這就是馬政府的態度 為什麼馬政府會這樣 因為他們在進行王章會的黑箱政治談判 馬政府會說我們沒有黑箱 但是我要質問 如果這不是黑箱 為什麼要用純純的蛇龍圍起來 為什麼要阻絕人民意見的表達 如果這不是黑箱 為什麼不等到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完成立法再進行 如果這不是黑箱 如果這不是黑箱 為什麼 所有上undy的假封 肯定保證 昨天晚上七位朋友入住了這個飯店 兩個房間 我們透過正常訂房的手續 付費 我們住進這個旅館 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只是准备了布条 打算把布条沿着窗户 静静的表达我们的意见 我们没有要来捣乱这个会议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待遇是什么 早上九点开始 国外人员制服的警察应该是航警队 还有饭店的人员跑来 他们说有危害疑虑 要我们马上离开 我不晓得我们这样危害了谁 他们说 我们两个房间 两个住房者做登记 其他没有登记 因为有其他人没有登记 所有人的人通通都要离开 我们拒绝了 他们说要进来 我们向他表达 我们已经登记了 每一个房间至少都有人登记了 这就是我们的住宅 照最高法院的判决 你要进入人民的住宅 你要有搜索票 中间过程 他们撞门 居然把门撞破 破门而入 警察 跟国安人员 冲了进来 我们非常清楚 冲进来的 不是饭店的人 不是警察 在这个时期 能够冲进来的 不是警察 就是国安人员 绝对不会有一般的市民 是那个冲进房门的人 这本身 绝对是违法的 后来 我们要求说 好 大概四点的时候 我们说好 我们离开 请 我跟其他三位朋友 我们要有尊严的 从大门离开 我们得到的答案 居然是 必须所有人一起离开 而且不能够走大门 我们非常无法理解 我是防客 后来 我们让步了 我们说 好 我们所有的人 愿意一起离开 得到的答案居然是 还是一样 不能走正门 而且 要用航警局指定的车 到他们认为指定的安全的地点 这不是剥夺行动自由 这是什么 到最后 我们要往电梯走 航警局的人说 我们不可以走 这本身 已经构成了妨碍自由罪 但是 航警局把责任推给饭店 说 这是饭店的决定 他们只是在协助饭店 我们要找饭店的人出面 饭店没有人敢出面 彼此推皮球 其实我们很清楚 这个责任是国家的责任 今天 因为这样的一个黑箱的王昌会 我们许多的朋友 被剥夺了行动自由 超过十个小时 而 倒过前进 民主阵线 还有许许多多的社团的朋友 也在这边 要向 王玉琪张志军 表达我的意见 但是 也被限制了集会游行的权利 到底我们这个国家 还要为了 中国共产党 我们要付出多少 我们要牺牲我们多少的 自由民主与人权 来迎合张志军 来迎合中国 当我被 牵制行动自由 在里面的时候 我不禁要想 失去了尊严 我们还算一个人吗 失去了我们可贵的人权 那这个国家的存在 又有什么的意义呢 谢谢